听了老人的话 魏央没有惊讶 先辈高人 想来不会错眼 然则自古求贤之君多矣 普天求贤称其可也 未必称得一个记字 记者事实之位也 能否招得大财 终须看求贤诚意之深切 否则也卷空闻而已 老人没有丝毫不悦 反倒暂许点头 租下冷静求实 难得老夫行程匆忙 未能逆得求贤令成为汉士 然则 我这孙儿过目不忘 在岳阳城门看得一遍 已能倒配如流啊 魏央连忙拱手道 有劳小兄了 俊朗少年笑着点点头 轻轻咳嗽一声 一口纯正雅言念诵起来 求贤令 国人并列国贤士宾客 西我木工自其庸之间 修德行武 东平尽乱 以和为戒 西坝戎敌 广帝千里 天子至伯 诸侯必贺 为后世开业 甚光美 惠王者 力造 简工 初子之不宁 国家内忧 为皇万事 三进攻夺我先君和西地 诸侯悲勤 丑莫大焉 县功即位 政府边境 喜至岳阳 且遇东伐 赴木工之故地 修木工之正令 寡人思念先君之意 长痛于心 宾客群臣 又能出奇迹强勤者 无且尊观 与之分土 老人淡淡笑道 此乃秦宫求贤令也 足下一位 如何 卫阳久久沉默 胸中 翻翻滚滚地涌动着 这时 一个俊秀的不一世子 轻步走了进来 卫阳眼睛一亮道 前辈 这是我手谈至交 小弟 这位是前辈高人 不一世子 恭敬拱手道 晚生见过前辈 这位小兄 雅言好纯正 老人笑道 可惜呀 老夫没有盖 盖冠印的求贤令 原件 不一世子笑着 向老人一恭 在卫阳案头打横坐下 从怀中掏出一个青布包 打开了 前辈 兄台 这位小兄 这便是秦国求贤令 原件 说着 拿出一卷竹简 递给了卫阳 俊朗少年 关切地问道 安逸几家九四 有原件 不一世子笑答 哈哈 原件 只洞相春有 超件 不知几多呀 卫阳道一声多谢 连忙打开 一方鲜红的大印 盖在连接细密的竹简上 分外的清晰 卫阳细细看完 不禁赞叹 哎呀 小兄背诵 一字不差呀 又不由自主 从头再看 两酒抬头 长长嘘了一口气 老人始终平静淡漠地 微笑着 没有开口 嗯 有胸襟 卫阳拍案 由衷赞叹 啊 就三个字 俊朗少年笑问一句 脸上飞起了一片红韵 卫阳正色 缓缓道 这一求贤令 非同寻常也 其一开矿谷先例 痛说国耻 隶属先祖之无能 千古之下 国君几人能为 几人敢为 其二 求强勤其策 不求平治之术 足见此功志在 天下霸业也 身处穷弱 列国卑士 却能鲲鹏远望 生发吞吐八荒之志 古往今来 几人能及啊 其三 此功胸襟开阔 敢与功臣共享天下 无且尊观 欲之分土 君王之不敢言 为此功 敢言也 由此三者 堪称 真心求贤 宏图强国 显然 魏央被求贤令 真正的激动了 老人平静的面颊 抽搐了几下 目光骤然 明亮起来 俊朗少年 满面通红 竟像是对方 在赞颂自己 白雪盯着胃秧 明亮的眼睛 一直在燃烧 老人笑了 租下以为 求贤令 可有瑕疵啊 恢复 木工霸业 其智小矣 强勤之策 当 一统天下 老人大笑拍案 嗨 山外青山 更高更远 足下 当去秦国也 不依小弟 以为如何呀 不依世子拍掌道 自然好极 我也想去 魏央向老人一拱手 金剑求贤令 魏央决意 赴秦 哦 人云 上将军 庞涓 软禁足下 于陵远 可有 脱困 之法呀 庞涓 所图 只要魏央 为他所用 并非认定 魏央 才堪 大任 否则 以孙殿先例 秦 岂能 稍有 出入之便 为其如此 脱困 尚不算难 嗯 能否建告 足下何以不坐 君物司马 此之 亦非 庸长也 唉 阳 书见 游学 绝不为 安身立命 谋官入室 生平之志 为国立志 为民做法 聊聊 君物 何看胸中 所学也 傲岸之气 迎然而出 老人 延续微笑 嗯 足下 特立独行 他日 必成大秦 老夫 可否 为足下 入秦 谋划一二啊 啊 千前辈 多加指点 嗯 老夫 有一个 像你这样的 忘年交 在秦国 做官 啊 老夫给足下 几个字 你去见他 可将你直接 引于秦宫面前 或可省去 主 多 周 者 之后啊 就看你自己了 老人 从怀中 掏出一个 长不影尺的 铜管 来 来 请足下 收好 啊 多谢前辈 教诲 四更十分 公输林园 一片漆黑 唯有 魏央的石屋 亮着灯光 魏央 正在仔细 琢磨 深不害 在韩国 颁布的 石道 心法 韩国的变法 是木下战国的 一声惊雷 这是洞湘春 不宜小弟 昨天送来的 他已经看了 十多遍 反复思虑 感慨良多 魏央 感到了鼓舞 也感到了紧迫 变法图强之大事 已经时不我待 自己 却还激留在 风华腐败的魏国 不能脱身 实在心急如焚 前几日 喜好异道的 洞湘春 不宜小弟 为他谋划了 一个脱身方略 由白氏商家出面 聘他为商社总事 若旁娟不在意 立即离位 若旁娟阻拦 则设法买通魏国 上层瓦解旁娟 这个办法虽好 但代价是 魏央 名誉扫地 一个明氏 在未见工业时 器官从商 又中途离开 首陵 大理所在 必然被视为 建立妄议的小人 果真如此 魏阳旧 再也没有了 任何退路 如果 入秦失败 一生 违政壮志 将就此 化为云烟 再也没有 哪个国家 愿意收留他了 一想到此 魏阳 愁愁难断 整整 想了两天 魏阳 还是同意了 他喜欢挑战 甚至喜欢背水 一战 一无反顾地走下去 无需回头张望 若潮流命运注定 要他失败 纵然是欲满天下 也依然会失败 孔子的失败 就是最好的权势 若潮流命运 需要他的成功 虽万千诋毁 也不会掩盖 他的光彩 他去秦国 为何 为了变法 变法是天下大势 暂时被世人诋毁 又何妨 或许 这是一场人生博弈 压下的是明世生育 期望的是黄黄公业 如果得不到后者 前者也将被全部淹没 如果后者践行成功 则些许公结 何足倒载 如此人生博弈 一生能遇几次 想通了 事情就顺了 此时 他已经心无旁骛 一心只在静静捕捉旁 可能的图谱与动作 突然 魏央一阵警觉 听到了隐隐逼近的急促脚步声 他听力极好 仔细辨别不禁迅速站起身 拉开木门 急步而出 刚走到门前 大松树下 就见两个人影疏忽飘来 魏央低声疾问 不疑小弟 白雪未急与他说话 便低声急迫 吩咐另一人道 魏央 进去收拾一下 说完 又回头轻声催促道 事态紧急 马上就走 详情回头再说 说话间 魏央已经拎着一个包袱 走了出来 魏央急到 为他输 白雪急到 有办法 先走人 说完 便拉起魏央的手 向后山跑去 这条山道 魏央很熟悉 白雪自然也熟悉 大步来到小山顶松林 白雪回头一直到 你看 魏央回头 只见山下陵园中 飘进一片火把 急速聚拢在守灵石屋前 隐约可见有人 推门进屋 出来高声喊 没人 只有一信 一人粗声打道 该回复命 走 此时 又有几只火把 急速飘到 一个尖锐脆亮的声音 喊道 慢走 魏央何在 粗声者贺问 你是何人 公书丞相府掌书 夫人有急事召唐 魏央不在 爱等 你等 走 翠亮声音喝道 慢 将信留下 哈哈哈哈 今日公书府有何火头了 走 马蹄发动间 突见一片火把全部熄灭 黑暗中传来 灰灰马丝 人声怪叫 那几只火把 依然亮着 只听翠亮声音 笑道 信 还不给我看 赶紧 拿回去 向旁娟复命 粗声者连声大叫 哎呀 好疼好酸哪 你好大的胆子 翠亮声音 一阵笑声 那几只火把 疏忽飘走了 每股低声惊叹 哎呀 好功夫 卫阳默默思索 摇头点头 白雪道 走 到地方再说话不迟 三人下到山后 松林中已有三匹骏马在悄无声息的等待 三人分别上马 白雪一斗马将持出领路 卫阳几中 梅姑断后 一路向西北飞驰 五更时分 三骑骏马飞驰进入宿水河谷 直奔河谷深处山腰密林 半山腰平台上 亮起了三只火把 照亮了通往平台的小道 飞驰而来的三骑骏马直上平台 三位骑着下马 两个仆人接过马江 另一仆人举着火把领道 向林中房屋而来 进入寒谷关 到华山卫国军营 快马只有半日路程 卫阳所乘白马 是在公书辅坐 中书子时的坐骑 这段路走了整整两天 并非白马脚力太弱 实在是卫阳并不急于进入岳阳 离开白雪的宿水山庄时 卫阳已经和白雪成为恋人了 白雪到大河毛金肚 送他离位 两人一一息别 卫阳第一次体察了 追目与思恋的奇异感觉 一入秦国 这种思恋心绪才渐渐淡去 他想好好地看看秦国 顺便查看一番秦国风土人情 毕竟 这个被魏国封锁在 韩国关以西的战国 对他是遥远而陌生的 确切地说 所闻甚多 却从来没有踏上这片神秘的土地 对他这样多有游历的世子 从未入秦 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正因为陌生而神秘 魏阳决意寻访而尽 他期望在进入岳阳之前 对这个在东方世人眼中面目猙獰的国家 有个大约的品评 一进寒谷关 魏阳选择了渭水北岸的关道 作为西行路径 要看看秦国的复兴地带究竟如何 说是关道 实则是一条仅能错开车辆的 坑坑洼洼的黄土路 仅此一端 可见秦国确实贫穷 魏阳边走边看 又成了当年游学世子 遇到道边农舍走进去淘口水 和主人寒暄片刻 天黑时分 随意在一家农舍歇了 常常和主人说道三更 次日清晨 魏阳和主人阴阴作别 又上路西行了 走马半日 已是渭水川道 渭水河面宽阔 轻波滚滚 两岸却是白茫茫 一望无际的 岩茧荒滩 野草灌木若断若絮 恍如雪原中片片绿洲 偶有大风吹过 荡起漫片白色尘雾 扑面而来呼啸而过 一片荒凉 一片沉寂 直到岩茧滩边缘的山远 方露出点点民居与缕吹烟 魏阳不禁心生感慨 为这块肥美土地的荒芜 贫瘠 深深叹息 魏阳两眼不由湿润了 突然 他生出一个愿望 尽快到岳阳去 不能再担言了 白马放开四体奔驰了 走走歇歇 暮色降临终于到了岳阳 残留的晚霞映照着黑色城堡 沉重悠扬的碧城号角 已经吹了两遍 吊桥两边的铁锁 已经光朗朗放下 未入城的归庚农夫们 也加快了脚步 魏阳远远打亮了一阵 雄俊怪异的黑色城堡 终于在第三遍号角之前 走马入城了 进得城来 魏阳牵马步行 岳阳城很小 大约只有魏国一个中等县城的样子 不用问路 凭着一路上 农人对岳阳的点滴介绍 魏阳转有了仅有的四条街道 这四条街道都很短很窄 交织成了井字形 秦国国府在井字的最上方口内 也就是最北边 在国府右手南北街上 魏阳没费力气就撞到了白雪说的 那家客栈 一条小街 五六家店铺 两三家作坊都是低矮的青砖房 指这家客栈是青砖的房屋 比其他店铺高出一大截 廊下高悬两支斗大的白丝封灯 魏丰两支远远可见 魏阳牵马来到门前 灯笼下的黑衣试者向他一瞄 脸上露出惊喜笑容 抱拳一拱手 伸手接过了马江 又伸手示意 魏阳自己进去 他要牵马从边门进后院的马厩 一通笔画一句话也没有 意思却丝毫无差 魏阳微微一笑 知道此人是个哑巴 就把马江交到他手里 自己进了院内 主人不知如何知道了消息 已经笑着匆匆迎来 是那种说不准年龄的中年男子 虚发黑中见白 举止谈吐皆刚见清朗 我名侯阳 先生可是魏阳 主人话音落点 魏阳拱手道 在下魏阳多有刀扰了 侯阳稍稍打量了一眼 拱手笑道 一见先生 方知白姑娘慧眼不虚也 请进 屋内一阵寒暄 以示者门外道 先生 韭菜齐备了 侯阳打起了不脸 拿进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